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到外地讲学 一般来讲就是东北华北西北西南 这些地方去的比较多 东南沿海来的就比较少 为什么呢 就是道理很简单 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 所以不需要我们去讲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说一般在东南沿海地方来的确实很少 刚才来到图书馆之后 我一看图书馆 我刚才跟同行的几位同事就说 这比国图都撞完 比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好像也没有这么漂亮 所以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交流 我本人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那么今天就是我讲课的题目 叫两宋政治制度漫谈 那么这个两宋政治制度史啊 如果写成一本书 我目前看到的国内最权威的两宋政治制度史的书 大概这么厚 大概这么厚 这个六七百页 所以咱们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是显然的无法把这个话题展开 所以我只是想呢 就借着这个内容 借着这个题目 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 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那么他确立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好与坏 怎么去评价 这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就想谈一谈这个宋朝的这个政治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以及呢 跟他这个 跟他这个 比如说这个王朝后来湮灭 之间那种关系 这是第二个想谈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谈一下 这个就是对宋王朝啊 怎么客观的去进行评价的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要讲这个两宋 一个考虑呢 是确实在百亚讲坛呢 就是我主讲了这个两宋风云这一段 再一个呢 就说到咱们浙江嘛 不能不讲宋朝 就是到河南也不能不讲宋朝 所以这个选了这么选取了这么一个题目 我必须要声明一点的就是呢 我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 我不是学者 不是历史学家 所以这个学术功底肯定是很有限的 这个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其实学的专业应该叫历史教育学 所以我们最后拿学位是历史教育学的学位 就是说我们更多的是学怎么教历史 而不是学历史本身 比如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北大的历史系 它的通史只学两年 然后有大量的时间去学选修课 而我们的通史要学三年半 一直学到大四 第一学期学完 我们要学三年半 就是要因为到中学主要是教通史嘛 所以要功底要扎实 但是呢 可能就是哪个哪样都懂一点 可能哪一样都不精通 因此呢 这个可能会这个在学术上会有漏洞 难免难免挂一漏万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先声明一下 就我自己的认识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那么其实我们应该首先琢磨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确立 或者说他的这个思想文化的确立 归根到底是跟什么有关 这个归根到底是跟他的生产方式有关 那么生产方式归根到底跟什么有关 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跟他的生活的地域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很难说哪种政治制度优 哪种政治制度略 只要他符合这个国家的生产方式 地理环境 人民的心理习惯 跟这个国家相适应 他就是优 不符合就是略 不符合就是略 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是我们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我们的生产方式是由于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决定的 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文明 中国的文明起源于什么地方 咱们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地之一 就是两主文化 河沐渡文化是吧 长江流域的代表 北方黄河流域也有代表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起源于大河流域 我们的文明可以被概括为大河文明 或者叫大陆文明 那么跟欧洲文明是截然不一样的 欧洲文明起源于海岛 所以它是典型的海洋文明 或者叫海岛文明 那么我们的这种大陆文明 它的特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中国的地形 看中国的地理环境 那么中国的地理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尤其在古代 中国地理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四周封闭 内部空间广阔 北边 蒙古大沙漠 草原 沙漠 戈壁 出去是很难的 出去也没地方去 再往北 就该遇上北极熊了 所以也没地方去 因此往北 没有必要 东南 两面临海 东南 两面临海 在中国古代的那种造船技术水平的情况下 出海也是很难的 咱们中国人 我们说我们中国的古代航海技术很发达 但是呢 我们没有进入过太平洋 实际上台湾岛外就是太平洋了 但是我们没有进入过太平洋 我们甭管海上丝绸之路 正和下西洋 甚至包括现在这个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 都是在印度洋里边 我们古代唯一这个远航的大洋就是印度洋 没有进入过太平洋 太平洋是麦哲伦 这个发现的 我们就守在太平洋的门口 但是还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欧洲的航海家 发现了太平洋 所以这个东南 我们是出不去的 西南这个青藏高原 那么我们今天上去还要西洋 那当年又没有没有西洋的设施 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宗上去也很困难 只剩下西北一条对外交往的路上通道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所以中国古代朝廷对于这个丝绸之路是大力的经营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们看汉唐时代的这个边疆地区机构的设置 那么在丝绸之路 就是西域 他一定设置的是都护府 都护府的都护是由朝廷派出的 比如说这个大家熟悉的民族英雄班超 就是都护 这个都护府的都护是朝廷派出的 是中原王朝的官员 而东边设置的就是都督府 都督府就在像我们今天的少数民族自治 是当地人出任这个都督府的都督 这明显看到朝廷对西北东北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重视西北 因为这是中国唯一能够出去的路上通道 而这条通道在唐朝以后彻底的断绝了 彻底的断绝了 就新疆地区伊斯兰化了 唐朝以后这个地方就彻底的断绝了 而且维护这个通道的畅通成本是相当高的 耗尽国力 所以这样一来决定了什么呢 中国四周哪都出不去 内部空间又足够广阔 江河淮汉平原纵横 于是我们的祖先们在这块土地上 生息繁衍 精耕细作 养成了中国人的性格 重土安迁 勤劳本分 这是好听的话 不好听的呢 就是有点窝囊 缺乏这个开拓精神 缺乏冒险精神 不敢闯 就养成这样 比如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咱们温州地方吧 这个递进大海 这个工商业发达 自古以来就是这个外贸 就比就是说这个阳帆出海就比较多 跟我们内陆地区还不一样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 我作为北京人的话 如果我要去上海工作 那么一定是上海给我的职位高 给我的薪水多 给我的房子大 我才会去 不可能说我在北京住烦了 我不喜欢北京的气候 北京老瓜沙尘暴 我不喜欢 我就跑上海去了 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是洋人这样做的很多 对吧 就是我这个地方没意思 我就走了 我换一个地方去居住 去工作 去生活 那可能会待遇 不如我原来待的地方 但是我认了 我认了 他就没有说这种 我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的这种观念 像我们这种 这个就是事业单位工作的人 我们还会有一种什么观念 就是我这个工作 我一辈子不换 我一辈子不换 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地方 说我跳槽 会觉得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这其实是中国人这种性格 实际上是一种性格 那我们看西洋文明 它起源于哪 它起源于大海 起源于海岛 这个希腊文明最早在克里特岛诞生 这个克里特岛 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两个空降师 还伤亡惨重 就把这个岛给占了 可见这个岛没多大 岛上产点葡萄吧 种点橄榄吧 是吧 这个酿点酒 榨点油 吃穿用 都需要用酒和油 跟外界进行交换 你不出去是不行的 是吧 你不出海是不行的 不出海你没法生存 这个岛上没法自给自足 所以我就要出海 跟人家进行交换 交换不着怎么办 那就剩一条选择了 抢 所以它的商人跟海盗 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关系 我有东西换 就换 没东西换 我就抢 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如果大家到欧洲 去看地中海 你站在这个岸边 极目远眺 天水交接的地方 风平浪静 水波不星 地中海 路间海 欧亚非三周环报 我们好像没听说过 那个地方闹什么海啸 像印尼那样的海啸 地震 然后哪塌了 很少 是吧 很少 所以它那个地方 就是即便造船技术不高 在地中海里远航 也不新鲜 海中 星罗旗部 分布着岛屿 岛屿密布 这船开出一小会儿 是吧 可能就遇上岛 就能够 这个修船 补充 咱们这儿都不行了 咱们这儿不行了 我们听天气预报 渤海浪高1.2米 渤海还是内海 浪高1.2米 咱们这儿外边东海 东海的浪根又多高 是吧 所以唐朝的时候浅唐使 日本浅唐使来华 200年来了13次 那他组织了19次 成行16次 那三次没成行 为什么没成行 东海 今天咱们说跟日本一一带水 当年这一一带水 宽了就过不来 一出海就遇上风了 风一停 你可能西伯利亚 可能就印度尼西亚了 对吧 所以他来到中国 就真的是很困难 真的是很困难 因此西方人的这种出海探索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这种渴望 实际上比中国人要强 到国外参观 洋人家里挂着祖先的画像 那画像什么样呢 一只眼睛 这样一只眼睛 这个黑布蒙着一只 这个手是一铁钩子 然后按一木头腿 煮一把刀 这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这个伟大的什么什么船长 他一生抢过多少船 发现了几个海岛 占过几个宝藏 你听这不是海盗吗 这不是海盗吗 非常自豪 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就这样 然后国王怎么接见过 他封他为什么爵位 人很骄傲的跟你介绍 咱们中国人不可能这样做 上谁家的纸呢 这是我爷爷 当年湘西剿匪 被蒋国军击毙的 不可能 不可能 甭说不是 是你也不承认 我说你爷爷是不是在湘西 被蒋国军击毙的 你得跟我急了 你爷爷才被击毙了 这不可能 所以怎么说 就是这种不同的民族性格 它是由于地狱 生活的一个地狱决定的 包括政治制度 中国在大陆上自给自足 精耕细作 我们的主要从事的生产部门 就是农业 当然咱们可能这个浙江这边沿海 自古也有鱼盐之力 出海打鱼的 以船为家 以海为田 也有 但是主要的中国人是从事农业的 那么既然是从事农业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会种地 谁教给你的 你的耕作技术是谁教给你的 是你爸爸教给你的 那么你爸爸会种地是谁教的 你爷爷教的 对吧 你爷爷教的 所以就是生产技术是讲传承的 养成的中国人的性格就是服从 是吧 就是服从 我必须听我爸爸的 是吧 我爸爸让我怎么种 我就得怎么种 我不按我爸那说法种 他就他就不产装家 他就不行啊 是吧 然后我爸爸的这个技术哪来的 我爷爷教的 所以中国人是一种服从的性格 我爸爸肯定比我高 由服从父母到服从官吏到服从君主 养成了这么一种性格 那就是中国人很少反抗 那很少反抗 很讲集体 不讲个人 那宗族社会这样的观念强 而我们看西方的商业文明跟我们是截然不一样的 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 刚才说了 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 他要进行交换 既然要进行交换 咱俩经商做买卖 那我们今天温州这个地方 工商业发达 商业发达 那么你经商做买卖的话 很明显 强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不平等 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对吧 你漫天要价 我找地还钱 是吧 然后这个 要遵守契约 你蒙我一回 下回就没人跟你做买卖了 对吧 所以他的这种平等的观念 自文明诞生之日起 可能逐渐就形成 由众神面前人人平等 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所以他的这种平等观念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难说谁优谁略 各自适应各自的生活环境 我们中国既然是要搞农业生产 在古代进行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的保障 就是水利设施 在生产力水平那么落后的情况下 大规模兴修水利 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调动大量的人力 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 大雨林在我们浙江 大雨怎么由一个部落联盟的酋长 变成了国王 就大家都知道 治水化天下为九州 每个州给我出三万人 水治完了 水患平息了 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国王了 变成国王了 所以中国的 你这个中国最 咱们中国最重要的事 叫兴修水利 你兴修水利就必须有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大运河的开凿 浙江的繁荣 离不开大运河的开凿 那么这大运河开凿用了多少人 开通用了多少人 两百万人 在当时 两百万人 我们中国为什么能留下 这么多世界瞩目的建筑也好 什么样的奇迹也好 离不开这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个欧洲的小岛 小海岛 小城邦 组成了国家 组成了国家 那么他这个国家 有多大呢 昨天我在宁波大学 这个演讲 我问这个宁波大学的 这个院长 我说咱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说两万七千人 我说这个两万七千人的话 在古希腊 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而我们中国 在西州的时代 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一千万人口 欧洲人无法想象 在遥远的东方 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竟然有一千万人 他可能都没有一千万这个概念 是吧 因为他这个 几万人就算是一个大国了 几万人就算一个大国了 我们看那个 前些天很流行的那个电影 叫斯巴达三百勇士 是吧 国王就领着三百人跟人玩命 咱们宫里 皇上请宫里的太监 也不止三百人吧 是吧 他就是国王就领着三百人 就去跟人玩命去了 有人说这是国王的禁卫军 国王的卫兵 国王的卫兵 三百人也稍微少点吧 为什么 跟他的人口有关吗 他的这个 斯巴达的这个统治阶层 皮里阿西人一共就九千户吗 你按一户十口人算 才九万人 才九万人 这就是不得了的大国了 所以那么小国寡民的情况下 就可以有利有条件实行这个 按照我们的话讲 民主政治 是吧 雅典人的民主政治怎么搞啊 全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 都有权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担任国家的公职人员 山坡上 开凿了这个这个这个 看台似的 像咱那体育场似的 一万多人往山坡上一坐 然后这件事讨论 讨论之后 通过还是不通过 就凭赛座人喊 喊不同意的声大 那这事都不能过 喊同意的声大 那这事都可以过 就可以过 所以他就他就可以直接民主吗 直接民主后来就发展到了 近代欧美的代义制民主 人多了 不能都在那喊了 选举国会议员 就有这种代义制民主 咱们中国古代是不具备这么干的条件的 你说咱一千多万人 成年男性三四百万坐那喊 回头再把雪山给 再把这火山给喊喷了 你就没法弄 不能喊 你说投票 在那个时代怎么投票 怎么计票 没法弄 所以就是这个 一般的这个欧美国家 他也这样认为 说你这种大国只能是搞这种独 这个专制 搞这种集权 小国寡名 好搞这个民主 好 可以搞这个民主 所以这样 就是我们看到这两种 就是中国跟西方走上两种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两种发展道路 我们是农业文明 他们是商业文明 发展到后来 工业革命以后的 近代乃至现代的工业文明 那这实实在在的 是由于地理环境 这个导致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强调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想说 我们的这种文明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制度 是不是说呢 就这个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有这个不足 有不足 那么我们举一个这个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今天要讲宋朝 讲宋朝 那么国学大师陈寅确先生 曾经有一句话 他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 召集于召送之势 中国的制度到宋朝 是达到了顶峰了 往后呢就不行了 为什么这个到宋朝达到顶峰 宋朝的从政治制度建设上讲 他的这个君臣共治的意味 最浓厚 皇帝跟大臣之间 一师一友 这种关系最浓厚 到了元朝 因为他是北方草原 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 所以他的这个家族统治的味道 就很浓厚了 明朝呢 虽然是汉人王朝 但是这个文王出身的朱元璋 他只能仿效前朝的政治制度 也就是明朝学的是元朝 比元朝的黑暗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然后清朝呢 那也是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这种 这个家族式国家 所以等于宋朝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古代是达到最好 以后就被中断了 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元氏族忽必烈 在位的时候啊 他很喜欢一个姓董的这个汉族大臣 这个大臣的官职呢 是这个平章士 同平章士 这个平章士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呢 就应该是国务委员或者国务院副总理 这种级别的官员 那么这个姓董的这个副总理呢 他要每天在宫里啊 伺候忽必烈 那就是说随时要向忽必烈报告这个朝政 所以一连二十几天回不了家 也不能睡觉 那只要皇上一睁眼 他就得这个伺候皇上 那所以这个有一天他实在太困了吗 忽必烈睡着了 他就也睡着了 他睡着就在忽必烈床底下 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少数民族 他地上一般铺的地毯啊 或者什么瘦皮啊 他就趴在这个上面就睡就睡着了 睡着了等忽必烈醒来之后 看见他在睡觉 这个忽必烈就命就让自己的妃子 说你踹他一脚 把他踹醒了 你给他踹醒了 说他怎么睡着了 然后忽必烈的妃子就不敢踹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相当于副总理嘛 这是宰相嘛 我怎么敢 我凭什么踹他去 这不敢踹 忽必烈很生气 就踢他去 这就是咱家的家奴 这宰相什么 就是咱们家的奴才 你去给我踹他去 这妃子过去 叨一脚 这董宰相醒了 那么这种事在宋朝 匪夷所思啊 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发生的 这个宋朝神宗皇帝在位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 贪污嘛 然后这个神宗皇帝说 这个人民愤太大 要杀掉他 结果这个宰相就说不行 祖宗遗训 不杀士大夫 这个人不能杀 然后神宗皇帝说 那既然祖宗有遗训 这个不能杀的话 流放总可以吧 在宋朝对这个大臣最严重的处罚 就是冲军海南岛 今天是经济特区了 当时是蛮荒烟障 说流放总可以吧 给他弄海南岛去 结果这个宰相又讲什么呢 说这个 是可杀而不可辱 你不能侮辱他 你不能侮辱他 所以这个流放也不行 所以皇帝恨恨的说 这个快意识一件也做不得 宰相回答 这种快意识不做也罢 不做也罢 所以皇帝就拿这个大臣 一点折没有 一点折没有 这还是他确实犯罪 他贪污了 你要没有罪的话 皇帝能把你怎么样 有送三百二十年 一品官上刑场的就俩 岳飞张帮昌 张帮昌 所以三百多年不杀士大夫 这样的王朝没有过 没有过 自秦始皇混一六国 中国完成统一以来 中间经历了这么多次王朝更迭 年头最长的朝代是两个 两汉和两宋 唐289年 618到907 这个语言就别提了 明276年 1368到1644 清如果从入关之后算 268年 1644到1911 只有汉和宋 超过了300年 汉是前202到220 宋是960到1276 或者说到1279 所以就说三代这个夏商周三代的很长 这个不算 我们说秦统一以后 超过三百年的王朝 就这么两个 那么宋朝能够作为中国历史上 寿命第二长的王朝 他的制度的合理性 是不言而喻的 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 我们宣讲 我们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宣传中华民族的崛起 曾经强大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沉沦 我们强调民族的复兴 民族的崛起 那么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崛起的标志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今天我们回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 都证明我们的崛起和复兴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拿出来 我们都是世界上的number one 这个数一不数二的超级大国 直到1785年 乾隆50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占世界的32% 欧洲11国占22% 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 全世界10个 6个在中国 北京南京 苏州杭州 扬州广州 然后就是亚洲还有俩 印度的马达拉斯和日本的江户 就是东京 欧洲就是巴黎和伦敦 当然你别跟中国比人了 我们这个人自古以来就世界最多 但是我们能养活这么多人 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发达的水平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一直到乾隆50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世界第一的 你回到了任何一个王朝都证明你的强盛 那么回到什么样的王朝更好呢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作为一个人 是展示自己可爱的一面 更容易被别人接受呢 还是展示自己可怕的一面 更容易被别人接受呢 我们有一个邻居 穷兵独武 整天没事干造原子弹玩 是吧 这个你不给他粮食 他就拿原子弹威胁你 是吧 威胁全世界 他有原子弹 他武装力量很强大 但是他的国民 不断的向外国偷渡 为了混一口饱饭吃 那么这个 你说你是展示自己可爱的一面 让人喜欢你呢 还是你展示自己可怕的一面 让人喜欢你呢 在他的国民的眼中 可能原子弹还不如茶鸡蛋更管用 不如这个东西更管用 是吧 这个 如果你要展示自己可怕的一面 是很容易的 我经常举个例子 我今天出门 上公交车 我把头发剃光 留起这种胡子 然后胳膊上刺成一条龙 也不用真刺 贴一个就行 你这别下雨天出去 贴一个就行 那么我上了公交车的话 可能会有人给我让座 对吧 因为人一看我就是刚放出来的 所以躲他远一点 是吧 躲他远一点 他弄不好是越狱的 这都有可能 是吧 那么大家很怕我吧 很怕我吧 很尊重我吧 对吧 因为我一上车 有人给我让座嘛 但是会不会第二天 满大街都是光的脑袋 胳膊上刺龙呢 不可能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我们讲就是 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 更多的是应该展示自己的软实力 而不是他的硬实力 如果我们看世界历史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前苏联帝国的崩溃 证明了一个真理 野蛮的武装征服建立起来的国家 没有能够长久的 前苏联帝国的核武器 可以把人类毁灭几十次 对准欧洲的坦克有五万多辆 这五万多辆坦克都开到欧洲 欧洲的高速公路能变成停车场 但是结果呢 但是结果呢 1991年 苏联帝国在没有自然灾害 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 土崩瓦解荡然无存 因为他生于不义 所以他死于耻辱 野蛮的军事征服建立下来的国家 到79年还搞对外扩张 还侵略武装侵略阿富汗 所以他生于不义 他又死于耻辱 最先起来反抗苏联暴政的波罗的海三国 弹丸小国 人口二三百万 不畏强暴 奋起抵抗 赢得了国家的独立 很了不起啊 很了不起 你的核武器可以把人类毁灭几十次 有什么用呢 美国的间谍冷战的时候 到苏联去看 寒冷的早晨 寒冷的早晨 市民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 跨着菜篮子买面包 所以美国间谍说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样的一个政权 连人民的温饱都无法维持 他不可能取得胜利 他要胜利了 没有天理 我们再看中国历史 秦隋元 三次大一统 那个不是短命的王朝 抱秦 15年 二世而亡 隋朝 38年 二世而亡 元朝 那更不用说了 曾经统治了地球陆地表面积三分之一的民族 几十年后就回草原上该干嘛干嘛去了 所以说野蛮的军事征服建立下来的政权 是不可能长久的 今天我们中国讲复兴 讲崛起 就要避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很多非历史专业的爱国青年 很喜欢看中国历史 喜欢看汉和唐 因为我们的中国的主体民族被命名为汉族 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叫做唐人街 雄汉盛唐 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渴望的东西 咱们无意说 因为都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历史 我们对待历史都会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 按照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话讲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抬高谁贬低谁 可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的 我认为汉唐是很可敬的 明清是很可怕的 两宋是很可爱的 宋朝是一个很可爱的王朝 很可爱的王朝 汉唐很可怕 一将功成万古枯 这样的王朝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有人说汉朝很强大 那么汉朝中间分了两半 公元前2022年到公元9年是西汉 公元9年王莽篡汉 到公元25年光武中兴 中间这17年是王莽的新朝 光武中兴是公元25年到2020年曹丕篡汉 这个汉朝分了两段 那么这两两段西汉和东汉 强大的是哪个汉 是西汉 对吧 是西汉 那我们从初中就学诸葛亮的初始表 亲贤臣远小人 此前汉 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远贤臣 此后汉 所以清颓也 所以后汉是清颓的王朝 除了开国的三个皇帝 光武明章 还可以再往后的皇帝就都不行了 而且他这个从汉张帝以后 这东汉非常有意思 一连八个小皇帝 继位最大的时候的八岁 最小的一百多天 是吧 这个汉商帝一百多天继位 两岁驾崩了 所以叫商帝嘛 短折不成约商 连着八个小皇帝 所以就宦官外戚 交替专权 大概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 公元一八四年黄金之乱 这个东汉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到二二零年曹丕篡汉 后边这三十多年 这个王朝就名存实亡了 所以说你说汉朝很强大 只能是说西汉 而不能说东汉 那么西汉 从头到尾都很强大吗 从头到尾都很强大吗 高祖会帝 文帝 景帝 这四代 高会文景 这四代 修养生息 与民更始 无为而至 所以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对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跟匈奴和亲 对吧 给人送这个钱 给人送公主 当然这个公主可能是山寨版公主 是吧 就是这个 不一定是皇帝的女儿 诸侯王的女儿也有可能 甚至宫女儿也有可能 对吧 你是这样的跟人家去打交道 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国力强盛了 于是汉武帝发兵 开西域 击匈奴 所以 司马光 在资质通鉴里 评价汉武帝 有王秦之师 而免于王秦之祸 你干的这事啊 跟暴秦一样 有王秦之师 但是免于王秦之祸 汉武帝 很明白 幻然醒悟了 临终的时候 告诉自己的继承人 汉昭帝 我这么折腾 就这么折腾吧 好歹还有点老底 你要再这么折腾的话 后世子孙 习镇所为 是习王秦之计也 你要再这么干 咱们汉朝就跟秦朝一样 就完蛋了 所以昭帝宣帝上来 又回到了高惠文景的时候的政策 是吧 休养生息 朝宣之治 再往后 圆平哀成的时候 那整个这个国家就彻底就完了 也就是你说汉朝强大 实际上就是汉武帝 因为汉武帝在位的时间 占了西汉的四分之一 对吧 也就是他的时候 不是说整个汉朝 而最后他的结果又如何 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我们的教科书 讲唐朝 充满自豪 唐王朝的疆域 东到大海 南到南海 西到咸海 咸海应该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 东北到外兴安岭 枯叶岛 有的人就算了一下 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 中国人自豪 我们曾经那么大 那么曾经过多长时间 这个疆域维持了多长时间 三年 唐高宗总章元年 到总章三年 这么大 安史之乱一爆发 敦煌都不是唐朝的了 都被这个吐蕃给占了 是吧 如果你的疆域东到 这个西到咸海的话 新疆地区怎么能伊斯兰化呢 他怎么可能伊斯兰化呢 对吧 所以他完全的 就三年这么大 你说唐朝很强大 那么唐朝谁的时候很强大 唐太宗的时候 唐玄宗前期 别的时候恐怕也就不值一提了吧 恐怕也就不值一提了吧 回过来我们看两宋 两宋给人留下一个印象 积贫积弱 积贫明显是不值得一搏了 北宋政府的最高年 国家的财政收入是1.6亿贯 如果按一贯钱折合一两白银的话 北宋1.6亿两白银 南宋偏安江左 国土狭小 国土狭小 一亿两白银 明朝1500万 北宋的十分之一 南宋的六分之一 最惨的时候 250万 没法比了 这跟宋朝 南宋的四十分之一 新丑条约签订的时候 清朝的国家财政总收入是8800万两 鸦片战争的时候是4000万两 也就是到新丑条约 1901年签订的时候 中国工业都已经有了 机器大工业都已经有了 这个国家的财政总收入 刚刚赶上600年前的南宋 所以有人讲说 宋朝的GDP占世界的80% 所以鸡贫不值得一搏 鸡弱 那就更好笑了 两宋这320年打仗 胜仗多还是败仗多 那他不可能存在320年 那他不可能存在320年 一定是胜仗远远多于败仗 只不过我们记住的就是败仗 记住的就是败仗 拿破仑一生胜仗多败仗多 胜仗多 52场战役 打赢了40场 滑铁炉一战 抹出了这一切光辉的痕迹 对吧 一个道理 所以两宋如果是打一仗 败仗的话 他怎么能存在320年 这不可能的事情 明显的是胜仗远远多于败仗 远远多于败仗 这是很明显的 那么有人讲 他灭亡了 宋朝最终灭亡了 中国古代的战争啊 跟国力没有关系 跟什么有关 包括世界古代的战争 跟战争成本和战争意愿有关 战争成本低的民族 战争愿望强烈 打胜的可能性就多 战争成本高的民族 战争愿望就低 打胜的可能性就低 我上周去杭州 流连望返 原来在我想象当中 中国的城市全都一个模样 因为北方城市 我看的太多了 全都一个模样 你看不出来 这里是太原 还是石家庄 还是郑州 全一样 一条人民路 两边都是高楼大厦 然后政府的模样 都一模一样 他挂了个山西省人民政府 你换上河南省人民政府 还是得模样 没有任何特色 没有任何特色 所以我对中国的城市 真的是就觉得 大同小异 到了杭州一看真不一样 宁波 咱们温州 跟北方城市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太美了 所以当时杭州旅游局的领导 陪着我们接待我们的时候 旅游局领导自己讲 说是啊 暖风勋德游人罪 只把杭州做汴州 说为什么高宗皇帝到了这 他就不想北伐了 是吧 这个地方太美了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 生活当中的人就呆的 就安逸下来了 是吧 他就不愿意再去打仗了 这很明显 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兵 美国兵打到德国 美国兵都是农民嘛 是吧 都是牛仔牧场来的 是吧 来到德国 一看德国这样的城市 这样的干净 和花园一样的城市 美国兵就感叹 怎么你们住在这个地方 还想打仗 我们要住在这 我们就不想打仗了 所以大家看到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统一战争 都是北方统一南方 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 北伐没有不失败 没有不失败的 没有成功的 是吧 朱元璋北伐 打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三次南北朝 是吧 第一次就不用说 第二次就是宋和金 第三次人讲明冷 就是第三次南北朝 元朝没有灭亡 一直存在在蒙古草原上 成吉思汗的后代 黄金家族做了个大汗 最后一任大汗 这个查哈尔的林丹汗 是被黄太极灭掉的 黄金家族传了430多年 他没有灭亡 明蒙一直就是两国的干仗 是吧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国民政府的北伐 甚至咱们说点 不客气的话 人民解放战争 也是北方统一南方 对吧 他也是北方统一南方 第四野战军从松花江 打到海南岛 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也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其实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于 北方 可能他的生活 生存的条件不如南方 他的战争成本低 他的战争愿望强烈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汉族是从事农业生产的 我们是拿锄头的 唐朝以前国家没有常备军 或者说没有职业军人 我们有的是职业农民 业余士兵 是吧 国家给你分配土地 你要为国家承担摇役兵役 每年你这一生当中要为国家服兵役 唐朝是服两年 一年在边境 一年在首都 你要服兵役 那么 你一生就当这么两年兵 干这么点事 你扛锄头的时间 远远多于你扛枪的时间 这样的士兵的战斗力有多强 是要打问号的 明太祖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朕养兵百万 不费百姓一厘米 所以我规定 我的兵 内地的八分屯田 两分守城 边疆的七分屯田 三分守城 养了这样兵的结果是什么 气机光来咱们浙江 剿灭倭寇 气参将率领三千明军 跟八百倭寇打个对面 倭寇挥着刀过来 明军一哄而散 就剩七三将一儿了 是吧 七三将爬上 这个登上一块巨石 连发三箭 击毙三名倭球 倭寇退去 七三将的琢磨 我这兵为什么干不过倭寇 人家是职业武士 我们是职业农民 是吧 拿日本刀的 当然能打得过拿锄头的了 所以七三将在咱们浙江的 义乌金华 招募矿工 招募渔民 职业军人 出海作战 脚平倭寇 如果靠职业农民 是不可能打败倭寇的 倭寇还不是日本侵略军 你说他是日本侵略军 你高抬他了 日本当时在战国时代 分成66个小国混战 没工夫侵略你 是吧 来的日本人 在倭寇当中 只占10%到20% 8%90%是中国人 是吧 倭寇的大头目 汪直 徐海 都是中国人 雇日本人给中国人打工的 是吧 你不能说汪直 徐海是汉奸 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的国力远逊于中国 我们犯不着给他钱 是吧 所以他是给中国人打工的 了不起了 倭寇是个武装走私集团 都把中国的猥琐 就中国的职业农民 就战斗力就差到这份 让他给搅和成这样 那你想你要遇到的是那种 整个一个游牧民族 你会什么样 今天 这个蒙古族的同胞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经常去蒙古 霍浩特 包头 那边都经常去 蒙古族同胞唱歌 草原啊 草原 我的故乡 马背啊 马背 我的摇篮 人家小孩在马背上晃要大的 是吧 几岁的孩子就能骑马 稍大一点 就能够开工放箭 他的生产跟他的战斗 是一回事 天上的鸟 如果一箭一只的话 地的人一箭几只 如果射四条腿的 一箭就能射中 那么射两条腿的 好射不好射 是吧 他的生产跟战斗是一回事 打猎跟打仗是一回事 你比猎物好打多了 是吧 你不可能比兔子和鹿跑得快 是吧 好打多了 所以他全民皆兵 蒙古军西征 留守蒙古老营的 就是老弱病残 妇女儿童老人 足够了 第一你找不着他在哪 他逐水草而居 你想偷袭蒙古老营 你找不着 第二个你偷袭了 你也未见准打得过 这帮老弱病残 是吧 你以为呢 是吧 所以人家成壮年男子 全走了 是吧 全可以去打仗 匈奴 人口最多的时候 一百五十万 部队最少的时候 说禅于空闲之势 不下三十万 拉弓放箭的人 不下三十万 你按照最多的人口 跟最少的军队 这个比例去计算 还五比一呢 五个人里就一个兵 西汉 六千万人口 六十万军队 一百个人里 才有一个兵 所以你说我国力强盛 人口众多 疆域辽阔 这些在游牧民族的面前 一切等于零 一点用都没有 是吧 你六千万人 就是打不过这一百多万人 就是打不过这 人多没有用 一切等于零 是吧 他的这个 全民皆兵 这种高度武装化程度 战争成本低 咱们听评书演绎 或者听什么 中原人打仗的时候 有一句口号 叫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是吧 曹操一把火 把袁绍的粮烧了 袁绍十万大军就完蛋了 游牧民族不需要粮草 我干嘛要粮草啊 是吧 我背着这个牛肉干 抱着酸奶就来了 是吧 牛肉干酸奶 是我自己家里的 我媳妇给我弄的 是吧 然后我牵着战马 战马是我的 弓箭是我的 是吧 首领一声令下 我就嚼着牛肉干 背着酸奶 牵着我的马 我就出去打仗 打仗 我就收获 进入到中原 最起码 绸啊 什么这个金银财宝 我就能抢个六够 所以我的战争欲望很强烈 我要去打仗 我要去抢 中原人的战争欲望很弱 你跟他打 你抢什么 牛肉干 你吃着惯吗 是吧 那酸奶 那酸奶你能喝吗 那会没有草莓味的 你想想你能喝吗 对吧 所以你跟他打仗 你干什么 他 他打仗不花钱 只挣钱 中原人打仗 只花钱 不挣钱 对吧 你的部队 军装 武器 粮草 这都得朝廷 往里扔钱 然后你什么也抢不来 那干嘛去 他不用花钱 甚至我的牛肉干 跟酸奶喝完了 怎么办 不要紧 天上飞过去什么 地上跑去什么 一箭放倒 拿火一烤 骑了 骑了 然后这个 我的这个随行的马匹里边 有母马 一个游牧民族的骑士 他至少随身 一个人要配三到五匹马 轮流换乘 这个马里边有母马 接一碗马奶 又能顶 顶宝 又能解渴 所以我不需要军粮供应 在战场上一打仗 蒙古铁机 在俄罗斯草原上的行军速度 一天能达到八十公里 相当于二战的时候 德国的装甲部队 是吧 那坦克开着开着没油了 得加油 马不需要 换着骑吧 你赖弄其他 往前冲 是吧 一天能够达到八十公里 在这样的这种 来无影去无踪的 这样的部队面前 你的城池也好 你的这种这个组织形势也好 你排兵布阵 没等你步兵立好战士 这一股风的骑兵就冲过来 你的阵士就乱了 就乱了 所以这个战争的话 跟这个游牧民族作战的话 决定了这个汉民族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中原王朝的这个战争 肯定是要吃亏的 另外呢 咱们中原王朝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对不能耕种的土地 不感兴趣 对吧 咱们这个这边 可能没有这种强烈的感受 像北京前两年天天下土 天上下土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 说以后天气预报 应该预报什么呢 不是说中雨大雨小雨 应该预报中土大土小土 是吧 说今天今天刮中土 就这样 为什么这个土那么多 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 长城以北的土地是不能耕种的 只能长草作为牧场 你非要去开长城以北的土地 结果就是庄稼是肯定长不出来的 草也不长了 变成了沙漠 变成了荒漠 所以你现在就闹沙尘暴 所以现在党中央明白了 不能以凉为纲 退耕还连 退耕还湖 退耕还草 甚至退耕还荒 是吧 你都以凉为纲的话 那完了 那这个自然环境植被就彻底被破坏掉了 是吧 彻底就被破坏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 中原人为什么要修长城 就是北边的地儿我不感兴趣 我绝不会去占那个地儿 你也别过来占我的地儿 我兽一个城把你拦住了就完了 把你拦住就完了 那我们不敢对你这个地方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的战争意愿就更低 另外 你跟游牧民族打仗 你没有马匹 农耕地区是不适合放牧的 你没有马匹 是吧 你说我们家养马 你家里养不出战马来 当年北宋的时候 王安石变法 就觉得朝廷养战马 太费钱 怎么办呢 每个农户任两批 任两批 朝廷给你免摇曳 免赴税 等一两年后 把这个军马拿回来一看 发给老百姓的 还能打仗 收上来就只能拉末使了 是吧 就这些道理很简单吧 国家觉得办军工厂费钱 每个相伴企业造两辆坦克 是吧 然后维护着 维护着 打几辆来把这坦克交给国家 那坦克能用吗 各村造坦克规格什么都不一样 能用吗 是吧 所以你这种东西 它必须是大规模的 集中的放养 中原不具备这个条件 你没有牧场吗 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你步兵打骑兵 怎么打 咱们这边还可以 江南水网稻田密布 是吧 丘陵密布 还可以 华北平原上步兵打骑兵 那不就死催的吗 是吧 那怎么办 跑跑不了 追追不上去 是吧 你怎么办 是吧 游牧民族跟我们打仗 从北往南 越打越暖和 我们从南往北 越打越冷 尤其是咱们这个 就说南方人 是吧 当年太平天国北伐 打到河南 这个太平军就全吓傻了 没见过下雪 是吧 没见过下雪 没有棉衣这个概念 对吧 就吓傻了 对吧 那么这个北方人往南打的话 顶多就是热点 不行我光着膀子跟你练呗 对吧 战场上要什么形象啊 是吧 所以无所谓嘛 是吧 无所谓嘛 对吧 他就能够习惯 而咱们往北 咱们习惯不了 弓都拉不开了 手都冻僵了 刀都握不住了 所以这样的这个决定啊 这个汉民族跟游牧民族的战争 你肯定是要吃亏的 那为什么汉朝 唐朝能把游牧民族消灭掉 因为他是部族 不是国家 匈奴突厥 鲜卫 这是部族 不是国家 一场风灾 一场雪灾 就能让这个民族灭亡 沙尘暴来了 龙卷风来了 所有的帐篷都在天上飞呢 人就都冻死了 牲畜就都冻死了 雪灾来了 积雪一米多后 接了冰了 羊吃不到冰底的草 羊一饿死 人就饿死 因为你人的这个吃穿用 都从这个羊身上来了 两宋的对手 辽金西夏 包括后来的元朝 是国家 而不是部族 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 人家也会定居 也会种地 也有城池 人家的领导人叫皇帝 不叫可汗 不叫蝉鱼 人家叫皇帝 人家本身 这个武装力量就比宋朝强大 游牧民族的武装力量就强大 经济文化在跟你接近 那么面对这样的对手 很难有胜算 南宋被元朝灭掉了 灭南宋的战争 断断续续打了四十多年 1276年 宋公帝出降 文天祥 文天祥 陆秀夫 张世杰 在咱们这边 江西福建 东南沿海 坚持抗援三年 1279年 在崖山 陆秀夫 被幼主 跳海殉国 整个南宋 统治集团 十多万人 集体倒海殉国 这种壮烈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 都是很罕见的 元灭南宋 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灭阿拉伯帝国 花了多少年 1258年 蒙古军占领巴格达 哪像今天美军这么费劲呢 到那就给占领了 是吧 打到了西奈半岛 即将踏上炎热的非洲领土 因为这个蒙哥大韩 按金庸先生的说法 被大侠杨过 拿石头砸死了 所以这个蒙古人 为了抢韩位撤兵 在此之前十几年 蒙古人打到了多脑河流域 波兰王国 匈牙利王国 这个俄罗斯的各个公国 全部被蒙古人征服了 兵封直指维也纳 因为这个贵尤寒去世 蒙古人回去抢韩位 欧洲避免那场浩劫 如果下一步的话 蒙古人一路这么打下去 打到英吉利海峡边上 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所以说 并不是宋朝的制度 有什么缺失 如果中国的儒家文明 有缺失的话 那么 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照样没有干过蒙古骑兵 照样你干不过的 所以不是说 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缺失 说宋朝政治制度 造成了鸡贫鸡肉有缺失 完全不是这么这个意思 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在那个时代的战争 跟综合国力没有关系 它就是战争成本 跟战争意愿的较量 先进 必然挨打 是吧 当时先进必然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内 包括一个个人 那么我们其实更应该 传播的 更应该展示的 是软实力 而不是硬实力 是自己可爱的一面 而不是可怕的一面 所以这个 两宋时期 我们讲 应该说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角度上 应该说他做的是很好的 经常呢 比如说现在有的这个 学者 或者也有一些个 尤其是青年人 诟病这个宋朝 说比如说这个宋朝的 禅元之盟 在打胜了的情况下 跟辽国定立这么一个盟约 然后每年要给人家那么多钱 然后你比如说 说这个南宋 屈辱求和 给人家钱 这是很屈辱的 这个事 绝不能跟 今天 近代以来 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相提并论 不能说这个 说一下 我们给英国 给日本 马关条约 这个赔款 完全是两个概念 宋跟辽 西夏 金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而是一国内 不同的民族政权 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 我说这个话 总是有人反驳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二十四史里面 有辽史和金史 今天的中学 小学 大学的教科书上 辽 金 是中国历史 日本 是世界史 所以如果你说辽和金 不是中国人的话 那么请问 他是哪国人 他是日本人 他是韩国人 他还是阿拉伯人 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写在中国史里面 为什么正史 二十四史当中 有辽和金 如果你否认辽金 是中国人的话 那么谁是汉奸呢 对吧 那这个问题就 就就就就就 就不好说了 所以宋朝用 那样小的代价 换取这样长时间的和平 三十万岁币 禅渊之盟 什么概念 一个小限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跟1.6亿贯税收入比起来 寥寥无几 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 打下来 就需要投入三千万以上 古代的财政 不像中国今天 预算决算 那个时候没有 量入为初 一年收之相抵 就可以了 去年汶川地震 温总理到那 看了现场的情况 马上拍板 说我手里有三百个亿的 这个基金 总理可以不经过任何人批准 我可以动用这三百个亿 花这三百个亿 就在 古代皇上想拍板 他没这钱 是吧 那没有钱 闹了天灾也好 闹了人祸也好 怎么办 你要想花钱怎么办 只有一条路 加税 加税的结果 就是明朝的结果 是吧 你一加税 老百姓就全反了 是吧 全反了 一反了的话 不等外敌入侵 就内部的这个 这个陈胜吴广 把你推翻了 是吧 宋朝皇帝 太祖皇帝 死的时候啊 立了一个遗训呢 在宫里 刻在石碑上 一个小偏殿 平时拿黄布曼照着 每个皇帝去世 新军登基之前 有资格进这个秘殿 揭开这个布曼 看这个碑 三条 不杀士大夫及尚书 言士者 三百多年 在宋朝 士大夫没有死罪 这个这个 读书人没有死罪 三百多年 咱们江浙地区的繁荣 就得益于这个文化政策的繁荣 到了清朝 江浙两省的状元 占了有清以来 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近市占百分之六十 你看吧 这个这个北方有好多省 都是突啊 零 那种近市都寥寥无几 状元更蒙提 江浙两省 为什么文化发达到这种程度 跟宋朝到了这边的 是吧 高宗皇帝在逃跑的路上 都不忘了开科举啊 就笼络了读书人 知道这个文化的作用 对吧 所以他第一条 布曼士大夫及尚书言士者 第二条 后代柴氏子孙 太祖赵光燕是欺负人家后周 孤儿寡母夺的江山吗 是吧 这个这个 后周士宗柴荣驾崩 公帝柴宗训 年仅七位 年仅七岁 他篡权 要着 搁着咱们的想法是 我从前朝手里夺了权 我得把前朝杀得干干净净 一而不留 以绝后患 结果这个宋朝后代柴氏子孙 柴氏子孙犯死罪 只于狱中赐死 不得闹事用刑 他犯了死罪的话 就是监狱里一杯毒酒 不能到闹事上开刀 就羞辱他 不干这种事 第三条 不加田赋 祖宗遗训 不加田赋 那如果因为打仗 你要收田租的话 违反祖宗的遗训 这是不能这么干的 宋朝的皇帝灵 是很简陋的 一般的王朝 皇上一登基 就开始给自己修坟 对吧 像秦始皇13岁登基 就开始修坟 康熙爷8岁登基 就开始修坟 这个皇上不死 这坟不能完工 你不能说这个交钥匙的 欢迎入住 这不行 他不死 这坟不能完工 宋朝皇帝活着的时候 不许修坟 死了之后 七个月内 必须完工 必须完工 皇陵很简陋 南宋的皇陵 就更简陋了 在绍兴 因为都被元朝的恶僧 杨连僧家给刨了 就没有 在绍兴 他都不是陵墓 就是一个秃子形的石头屋子 秃子形的一个石头屋子 把棺材搁在里边 不入土 有朝一日光复故土 要回到河南拱县 就埋到那 跟列祖列宗埋在 他都不入土 很简陋 这个皇陵 所以生活也很勤俭 除了徽宗皇帝 因为生活也很节俭 也很节俭 所以他这个 以天下苍生为念 我这个 我不打仗 我和平 和平了之后 我跟辽啊 金啊 互事贸易 互事贸易 你能卖给我什么 你也就卖给我点皮毛 酸奶 牛肉干 你也就卖我点这玩意儿 我想买战马 你也不卖给我 我卖给你什么 丝绸 瓷器 茶叶 书籍 我这是工业制成品 你那是原始的农产品 我这高附加值 你那低附加值 每年给你那三十万岁币 不够你花钱买我的东西呢 打着滚的把这三十万挣回来 然后宋朝的这个皇帝特别聪明 一个是书籍 你要要我给你 四书五经 玩命的给你 是吧 您从马上一下来捧起书本来读 自然你就得认我是老师 是吧 快马弯刀 我是干不过你 紫月诗云你行吗 对吧 那我就是祖宗 你认同了我的文化 认同了我的生活生产方式 你就变成我了 你变成我 你还不如我 你就得永远在我面前有一种自卑感 辽国皇帝 道宗皇帝讲 武修文武 彬彬不易于中华 既然你不易于中华 你呆在那块地儿 内蒙古东北 那自然就是中华领土 中国的领土是自然形成的 不是像苏联帝国那样野蛮的武装侵略 对吧 从四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公国 扩展到两千两百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邪恶帝国 对吧 你那赤裸裸武装侵略造成的 对吧 我们不是武装侵略 我们是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文化 向边疆地区传播 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同 他不易于中华就过来了 道宗皇帝驻佛像 在佛像后边刻上一行字 愿世世代代生中国 对吧 我虽然是辽国皇帝 但是我愿意以后世世代代生在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是指的中原王朝这种概念 对吧 这种概念 所以我们都是这种先进文明的认同 文化的认同 书籍出口 朝廷支持 再有一个什么东西出口 朝廷支持呢 特别有意思 奢侈品 如果辽 金 西夏 需要金银 西角 戴帽 珍珠 朝廷鼓励往那卖 免税 给你派保安 对吧 这个帮你武装押运 然后往那卖 说这个我们中国国内也没有珍珠吗 宋朝境内也没有珍珠 大东珠没有啊 少 怎么办 不要紧 从咱们这边 宁波 温州 派人出海 到这个南洋 买这大东珠 买完了之后 这个给辽金运气 是吧 一边我们挣 挣这个差价 那我们能赚他一笔 那另一方面呢 奢侈之心一生 净胜之心减退 是吧 我刀码弓箭 我不是你的对手 珍珠你是我的对手吗 你整天玩珍珠 你就不玩弓箭了 是吧 所以你对我的威胁就越来越小了 今天来了很多小朋友 来了很多小朋友 我觉得 因为时间关系没法一一了解 我觉得 比如说小朋友们 对今天的美国的认识 是从哪里认识到的 美国有很 美国很民主 我们没有投票权 你也不知道他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是吧 美国的经济很发达 可能你到了纽约一看 比上海差远了 是吧 然后美国的武装力量很强大 我们也没觉得 我们最好也别觉得 是吧 这个这个阿富汗和伊拉克都觉得了 是吧 那么我们认识的美国从哪认识来的 迪斯尼好莱坞 肯德基 麦当劳 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的 也就是我们聊最先了解美国 或者说我们 我们可能有的孩子 他崇拜美国 或者怎么样 他首先认同的是他的文化 是软实力 而不是硬实力 中原王朝对待两宋王朝对待周边民族 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让你认同我 变成我 所以今 柏阳先生的这个 柏阳先生中国人史刚那本书里就写的很明确 打败了宋朝 但他的所有的政治制度全面仿效自己的手下败将 宋弊国全面跟这个取法中原王朝学习 学习这个这个中原王朝 这个 续资质通建长边那里边也讲 说辽跟西夏这两个国家 用中国卫号 读中国书籍 行中国法律 等等等等 他一大串 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 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中原一样 完全认同了中原的先进文明 所以即便是宋不存在了 辽金不存在了 西夏不存在了 但是他们曾经生息繁衍的这块土地 已经深深的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认同 是看文化 不是看血缘 先秦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观念 诸侯以以礼则以之 以敌尽于中国则中国之 你是周天子策封的诸侯 你学习仪人 学习四仪 你就被看作是四仪 比如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 你敢穿胡服 你就被看作是胡人 以敌尽于中国则中国之 你是少数民族 秦 西荣 楚南蛮 但是你尽于中国则中国之 你用中国的典章文物 按中国的方式生产 按中国的方式生活 你就被看作是中国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的民族认同 看的都是文化 而不是血缘 海外华人 好多ABC们 是吧 这个只会讲英文 他虽然是黑头发 黑眼珠 黄皮肤 但是他不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因为他不了解中国的文化 他的思维方式 什么这东西 跟洋人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他不能被看作是中国人 道理就在于此 道理就在于此 很多在德国待了几代的土耳其人 你想加入德国国籍是不可能的 因为按照德国的规划法 国籍法 必须你的家族在1750年是德国人 你才有可能加入到德国国籍当中 1750年 我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 陪着什么什么公主嫁到俄罗斯去了 所以我现在是俄国公民 除了喝酒打老婆 什么也不会 现在俄国的生活不好 我想到德国来 然后德国国 这个怎么一查你的家谱 你们家1750年是德国人 那好 你可以加入德国国籍 我一句德语都不会 我没为德国政府交过一分钱 来这我也是喝酒打老婆 但是你也可以加入德国国籍 我跟德国住了几代 我纳税 我为德国做贡献 我德语说的比德国人还溜 但因为我1750年的时候不是德国人 你就别想加入德国国籍 他们是看血缘 我们是看文化 以色列人也一样 典型是看血缘 我们是看文化 所以什么东西代表着中国 文化代表中国 我们这个民族立国5000年 心火不尽 子孙相传 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文化 不是因为我们很难打 很能打仗 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 我们在古代确实很有钱 也不是因为我们像以色列民族那样 有一种独特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明 传承这个文明 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尽的义务 我们讲两宋时代 经济最发达 文化最昌盛 特别是我们江浙地区的发展 真的是这个 就是宋朝的这个 这个作用 或者贡献 是相当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个小问题 也是 我不经意间走红之后 媒体采访我 问的最多 也让我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 袁老师能不能说一说 学历史有什么用 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感觉到 怎么说呢 有点哭笑不得 或者说感到有点悲哀 感到有点悲哀 我就想反问一个问题 学书法有什么用 有用吗 现在都打字了 谁还自己手写字 你字写的不好 会影响你的升值吗 你会少挣一分钱吗 都不会 那么学书法有什么用 谁能说这个书法没用 那么历史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人特别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 你说他是可爱也好 你还是说他 可能因为我们的农耕民族 决定的 就是中国人的功利心非常强 就干什么 想要考虑这个事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我不干 没有用 就说能不能变成钱 不能变成钱 我就不干 所以这个事很可怕 因此有人讲 中国古代只有技术 没有科学 是吧 我们现在科技 科技连称 实际上科学跟技术 它不是一个词啊 科学是实验 技术是实践 所以造纸术 印刷术 火药指南针 这是技术 中医 这是技术 没有科学 今天你学的所有的自然科学 产生于西方 产生于西方 古代只有算术 没有代术 是吧 你这个东西都是产生于西方 洋人琢磨出来的 是吧 我们的教科书上曾经自豪的讲 公元前613年 鲁国的天文学家 在世界上最早观测到了哈雷彗星 我当时在琢磨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它叫哈雷彗星 它为什么不叫鲁国彗星 对吧 你观察到又能证明什么 你研究了吗 它多少年来地球一回 你研究吗 我们不感兴趣 我研究出这个来有什么用 是吧 那么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天文 编定立法 很明显吗 指导农业生产 是吧 指导农业生产 是吧 中国的立法 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为什么 指导农业生产 对吧 这个算数学最发达 我要计算田母的面积 骨仓的容积 是吧 然后这个医学 这不用说这种 治病 是吧 然后建筑学 农学 古代发达都是这些东西 都是在技术层面 是吧 产生不了诺贝尔奖的原因 我认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吧 诺贝尔奖的东西并不实用 可能 是吧 你今天发明了一个机器 放在窗户上 一下雨 它就能自动关窗 这个东西能卖钱 能变成专利卖钱 但这获得不了诺贝尔奖 这顶多获得一个 我们爱科学奖 是吧 实际上应该是 我们爱技术奖 那不是我们爱科学 是吧 不是我们爱 中国最发达的学科 是工科 而不是理科 是吧 你是工科发达 不是理科 是吧 为什么 实用 实用 所以如果干什么都要想 这个东西有用没用 那这个事就没法干了 他更多的这种民族身份的认同 一种传承 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学历史最大的作用所在 浙江温州 我们这个地方 工商业很发达 是这个小企业很集中发达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 历史这个学科 大人物学有大用 所谓大人物什么 党和国家领导人 企业的老总 甚至我就是一个办公室的领导人 手下有那么几个人 乃至十几个人 最好都要读一读历史 吸取以往王朝 治乱兴衰的教训 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一定要学历史 一定要学历史 这个 我说这个话没有别的意思 原来啊 比如我们看 二次大战以前 日本的企业 三陵三井 住友安田 封建家族式企业 二次大战 美国占领了日本之后 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个日本进行民主改革 解散财阀 把这种家族式企业改变成了什么 就股份制企业 那么我理解 股份制跟家族制的区别 如果按照历史的观点来看 家族式企业 是君主专制 股份制企业 是民主共和 是吧 你家族式企业就是君主专制 我创办的 这个企业是我的 我是董事长 我媳妇是副董事长 我儿子是总经理 我小舅子是出纳 我小姨子是会计 是吧 整个这个企业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 然后所有的员工是给我们这个家族 卖命的 一家一姓的天下 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就很打折扣了 比尔盖茨的企业是谁的 微软是谁的 是大家的 每一个持有股票的微软员工 你给谁打工 给我自个儿打工 你自己就是老板 所以家族式企业 主权在君 股份制企业 主权在民 是吧 股份制企业就是共和制 是吧 董事会就相当于国会议会 是吧 然后所有的股东 就是全体公民 选举董事长 是吧 然后任命总经理 这就是总统和总理 就这样的一种关系 是吧 什么事要经过董事会 是吧 所以哪个生命能够长久 是吧 所以为什么后战后 日本经济起飞 是吧 这是一个奇迹 战前日本在资本主义国家 也不算好样了 国力都不如意大利 战后 世界第二 亚洲第一 是吧 那比德国的进步还快 德国的战前就欧洲第一 战后他还欧洲第一 日本的战前不算什么 战后世界第二 就是他这个解散财阀 把这些个封建的 这种残余剔除掉 作用很大 那我也不是企业的领导人 我也不管人 我就是被管的 我就一个小小的老百姓 你告诉我 学历史有什么用 我觉得有三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 能看懂电视剧 能看懂电视剧 1949年以前的事 对在座的各位来讲 可能除了个别 叔叔阿姨 这个你上点年龄的 一般人来讲 都是历史 如果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来讲 1978年以前的事 就是历史了 对吧 你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绝对是看不懂的 怎么回事 这就属于历史 你不了解历史 怎么能看懂历史剧呢 而现在的电视剧里边 按照我们的这种标准 历史剧的题材占了多少 绝大多数 对吧 绝大多数 现在中央台人 国庆60年县里 演的都是历史剧 都是历史剧 都是78年以前的事 49年以前的事 所以你学历史有什么用 第一个能看懂电视剧 第二个 旅游的时候 不会被导游蒙 旅游嘛 你看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就是历史 自然景观 说句实在的 可能我这话说的不对啊 大家批评 他是长成那样的 他在中国能长成这样 他在美国 他也能长成这样 是吧 你这个骄傲 这个自然景观 大瀑布 大瀑布 他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是吧 是盘古开天地 他弄出来 弄成这样了 但是长城 兵马俑 十三陵 这个故宫 岳王庙 这东西是人 把它弄出来的 更值得钦佩 你要不懂历史 你就看不懂了 我在92年去西安 我们一些人去西安 兵马俑 听到当地的导游 在进行非常雷人的解说 但是我看这个导游 可能就是当地的农民 可能 听讲的可能也是这些人 一个女导游 按我们说的属于那种山寨版导游 他可能不是国家正式 这里边埋的是秦始皇 这里边埋的是兵马俑 秦始皇埋在这没找着呢 这里边埋的是秦始皇 他娶了个婆娘叫武则天 这个武则天呢 要把秦始皇给害死 秦始皇就埋下这些兵马俑 到阴间找武则天复仇的 复仇的 讲的是 津津有味 听的是 这个这个是悠然神往 是吧 太可怕了 那要我说 太可怕了 那立着说明牌了 你自身过去看一眼 你也知道秦始皇没娶婆娘 叫武则天 是吧 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个 我一般来讲啊 这个出去旅游 尤其跟同事一块出去的话 就单位组织出去的话 我不纠正导游的错误 为什么我不纠正呢 我就是觉得这个 人家也不容易嘛 是吧 就是混碗饭吃不容易 所以那个那次我们去云南 这个导游一路上就全是惊人之语 是吧 就是连我们有的这个 就就理科的老师都知道他活着八道 所以这老师还在跟我讲 说你能不能再纠正他一下 我说这何必呢 我上车就睡了 我说就睡了 后来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那是一个石牌坊 那牌坊很漂亮 上面刻着刻着四个字 百二山河 百二山河 是吧 然后我们有一个物理老师就问导游 说这百二山河是什么意思 那位老师也真是 你偷着问我 不就完了吗 是吧 他非得问那导游 百二山河是什么意思 导游说那不念百二山河 那念二百河山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啊 你不能这么胡说 是吧 这个古代是从右往左写 百二山河 今天是从左往右念 也应该是河山二百 也不能是二百河山呢 是吧 你也不能这么跳的念 你也不能那样 是吧 后来我说我必须的 我必须得给你讲讲 这个百二山河是什么意思 我给他讲了一讲 他明白了 我说你下次 你不能这么蒙人 蒙人是可以的 但你别这么蒙啊 对吧 你别这么蒙啊 你这么蒙你也蒙不住啊 你也蒙不住啊 对吧 然后这个 我们去欧洲 这个到意大利 去访问 这个意大利的接待方 就安排我们参观 这罗马的原型斗兽场啊 这个这个 军事产厅广场参观 说句实在的 我激动的我呀 留在那的心都有 是吧 就你摸到的每一块石头 都相当于我们国家西汉 乃至战国时代的东西 是吧 大陆的旅游景点 按台湾人的话讲 地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是吧 都是改革开放以后 重修的 文革都给毁了 改革开放以后重修的 人家那个绝对都是真的 说埃及艳后 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就是这个门 跟当年一模一样 凯撒在这块砖上遇的刺 就是这块砖 是吧 所以我激动得不得了 不幸的是 同行的很多老师就讲 这有什么意思 破破烂烂的 带我们购物去吧 我觉得很遗憾 你们还是老师 都这样 都这样 你就是最起码 出于对人家文化的尊重 人家安排你 这么长时间参观 你应该看完 你不爱看 你该找一个阴凉地 喝水去吧 赶紧拉带我们购物去 不看这个 没意思 而且往往在欧洲的导游 都是台湾人 都是台湾人 因为他签证好签 他一签就一年 我们一签就十五天 他要整天十五天 他都是台湾人 那么你会给台湾人 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大陆的人的文化素质 会怎么样 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挺可怕的 其实 真的挺可怕的 所以我说 学好了历史 旅游也有用 第三个作用 就是聊天很有用 今年北京市开两会 我忘了是全国的 还是北京市的 有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就建议这个朝 党中央 建议党中央 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理科的学生 也要学一点历史 他给的 他给的这个原因就是 跟人聊天有用 说你高中学的数理化 到了大学就忘了 原因是你不用他 说你这个历史跟聊天 也很有用 比如我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我到哪都举简单的例子 举这个例子 尤其到咱们南方来 我们北方有一道菜 叫公保鸡丁 听说过吗 吃过吗 吃过 可能不爱吃 因为北方菜口味比较重 不像咱们这个苏哲这边的口味清淡 是吧 那么这个公保鸡丁 在很多不入流的小餐馆上 写的是公报鸡丁 爆炸的爆 不是保卫的宝 如果下一次您再有机会去北方 再去北方到餐馆点菜 他凡是写公报鸡丁的 您就别点这道菜 他肯定报不好 那个鸡丁不是报出来的 那公怎么报呢 他是保 公保 什么叫公保 中国古代的文官 武将 有最高荣誉的家贤 师父保 三公 太师太妇太保 正一品 三姑 少师少妇少保 纵一品 岳飞是少保吧 是吧 大家去西湖玩 西湖边还买了一位少保 于谦 是吧 明朝的这个英雄于谦 是吧 这个赖有月于双少保 人间始绝中西湖 对吧 所以他们就是少保 三姑之一的这种家贤 然后 太子太师 太妇太保 这是正二品 太子少师 少妇少保 纵二品 得到这个家贤 这个家贤叫 公贤 宫殿的宫 太师相当于皇帝的老师 太子太师相当于太子的老师 所以你得到这个 公贤是无上的荣耀 一品大员 得到了二品的公贤 都非常荣耀 比如说我们看李鸿章 给皇帝上折子也好 李鸿章写这个奏折 他的官贤 他一定这么写 一等素一博 这是我的爵位 太子太父 文华殿大学士 直立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他真正的实权 实际的职务是直立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他搁在最后 前面是爵位 然后就是我的公贤 太子太父 直立总督 文华殿大学士 正一品 太子太父 你光有这么一个贤是正二品 但是他把这二品贤 写在一品贤前面 荣耀 所以你得到这个师父宝 你得到宝 这个家贤 就被尊称为公宝 清朝末年的袁世凯 袁公宝 对吧 就为什么他就得到这个家贤 岳飞就可以被尊称为岳公宝 就可以被尊称为岳公宝 因为他就是少宝 一般这个宝是受于武将 是吧 师父受文臣 宝受武将 是吧 然后这个 公宝鸡丁很明显 就是公宝他们家这么吃鸡丁 公宝家的私房菜 流传到了民间 这么简单吗 哪位公宝 如果大家喜欢清史 慈离太后最早宠爱的一个太监 叫安德海 被丁宝珍给杀了 山东巡抚 丁宝珍 丁公宝 他后来在四川总督任上 得到公宝的这个家贤 他们家这么吃鸡丁 所以这个鸡丁被称为公宝鸡丁 丁公宝他们家这么吃鸡丁 如果下一次你带了南方的朋友来 去北方看到这个菜 你给他讲 这公宝鸡丁是怎么回事 他肯定会对你生出无限的崇拜 所以我们说学历史有什么用 小人物学了也有小用 最起码陶冶性情增长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开心愉悦快乐的环境当中 读史 历史是一门终身学习 终身受益的学科 不一定从小读 我中学阶段负担很重 高考的负担很重 我学理科的 我可以不读历史 到了大学再读 没负担没那么重 负担也很重 比高三都累 到了工作岗位上再读 忙退休之后再读 都可以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了之后 老年大学学书法 学绘画一样可以 陶冶性情 延年益寿 历史也能起这么一个作用 作为老师 我上课之后最大的成功 就是我能激发起学生的兴趣 我不指望他在课上记住了什么 他可能下课之后 有兴趣看一看历史书 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今天的讲座也一样 如果我讲完了 大家有兴趣在底下 看一看历史书 这不但是我的成功 也是我的荣幸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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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